把体温计插入沙丁鱼肚子 可这个看似离谱的操作 却让他发现了新的商机 此后他对沙丁鱼愈加痴迷 每当有新鱼送到厂里 他都要逐个测试鱼的体温 然而体温测试只是第一步 接着还要筛选出大小个 体型小的直接扔掉胃口 符合标准的则进入摇摇乐 沙丁鱼在摇摇乐里不断翻转 等出来后鱼鳞已经被处理干净 无疑他们是被选中的杏鱼儿 而杏鱼儿的代价就是挨上三刀 上面一刀去掉脑袋 下面一刀去掉尾巴 中间一刀则去掉鱼的内脏 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鱼身子 而这个铁罐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把清理干净的沙丁鱼装入罐中 这中间没有任何人工添加 但他们的鱼身还并没走完 被打包后还要送入烤箱 在这里进行痛苦的煎熬 25分钟后鱼身彻底结束 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美味的沙丁鱼罐头 沙丁鱼富含优质蛋白质 脂肪酸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 经常熬夜吃点它非常不错